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上次談到函數 我們還沒有完全講完 就第一節來講 我們把它寫成這樣子 A是定義域 B是對應域 F是函數的名稱 然後你的對應是從A到B 這是函數 然後我們對函數有兩個基本的要求 第一個要求是不能一對多 不能一對多 第二個是 對定義域裡面的每一個數 你都要對應到東西 所以所有X 你們有學過這個符號嗎 屬於 因為我現在都不太確定你們高中有沒有這些符號 所有的X屬於A都有對應 我盡量寫簡短一點 這個如果表現在函數的圖形的話 意思差不多是這樣 這是我畫一個圖 假設它是從實數 實數到實數的函數 就是單變數函數 然後第一個條件是說 假設你在問這一點 那不能一對多指的是 這一點印上去 不能夠 就是不能夠函數出現像這樣子的情況 像這個不是函數 這一點它對應到兩點 那這就不是 那所有X都要有對應 那就表示說它也不能夠有這種情況 到這邊突然空掉 然後到這邊 這個B點 也不能這樣子 但是其實你看過很多函數呢 就是有一些點它其實這邊是空的 或者它對應到無窮大 其實沒有對應到的東西 而且事實上我們還蠻常見到 譬如說我上次講的Y等於X分之1 所以這表示我上次有提過 第二個條件呢 或多或少比較不是那麼重要 就是你如果萬一不能夠定義的話 你就把那一點拿掉就好 就是你改變你的定義 但通常來講第一個這個條件是比較顯著 它會限制你這個關係到底是不是函數 然後另外我們提到說 這些A跟B啊 雖然你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很多方面 但是就維基分來講 A跟B呢 最常用到的其實還是 就是自然數 時數 平面 然後立體空間 然後甚至Rn 這樣子 不過一般來說我們不太理解高尾的東西 所以你最需要注意的就是 這兩個 平常我們會用到這兩個 至少在上學期 那偶爾我們會談到這個 這個比較例外 因為通常自然數指的是數列 所以數列我們會提到一些 但就維基分來講 只有在某些說明的時候比較重要 所以比較重要其實就是這兩個 然後R3呢 因為是我們生活的空間 我多多少少會提到 就算我沒有用到這個符號 我講空間 你也知道它的意思是什麼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是函數的定義 然後呢 我們在上次 在各位合作之下 我們知道函數的一些基本的例子 多像是函數 三角函數還有指對數 那我們姑且把它稱為基本的函數 也就是我們最常用最常用的函數 你們在高中應該有學過至少一部分 應該是學過反三角函數 但是我們在後面 我們還要再談它 因為反三角函數在維基分 其實有它的一定的重要性 所以我還會更仔細的去講它 所以我們後面再談 所以大概基本上是這些例子 那這是我們上次禮拜二呢 大概大概就到這個位子 那禮拜二的時候 我其實沒有時間提 就是還有一件事 是這個合成函數 有點像其實不只合成函數 應該是說還有四則運算 意思是說 如果你把基本函數 就是我剛剛寫在上面的這些 你把這些基本函數當作積木 你當作或者當作原子 我意思是說從這個地方 然後你現在開始利用加減乘除 以及合成的方法 你事實上可以弄出很多的函數 就是說簡單的講 多像式函數呢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 它其實不算原子 因為多像式函數 其實你可以想成 它是由常數函數 就是y等於c 還有y等於x 你可以利用這兩個東西 組合出所有的多像式函數 那原因是因為多像式本身呢 可以拆解成很多單像式 這是第一步 那單像式呢 本身又可以拆解成一個常數 乘上x的某個次方 那個x的某個次方 又可以想成是x自乘很多次 所以你可以說 其實基本的積木是y等於c y等於x 然後你利用加減乘 你就可以得到多像式函數 你利用加減乘除 就可以得到有理函數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當作更基本的東西 因為它裡面用到的函數 非常的簡單這樣子 那三角函數跟指對數函數呢 跟多像式有理是比較不一樣 所以六個三角函數 中間呢 sin跟cos 如果只考慮試著運算的話 sin跟cos是基本 這應該你們都知道嘛 其他的三角函數都是sin跟cos的某一個組合 乘除的組合或導數 當然你如果考慮合成函數的話 三角函數sin跟cos中間還有關係 你可以把sin想成是x加2pi或者 我已經忘掉了 就是加上某一個2pi 它就會變成cos 大概是這樣 那意思是考慮合成 那指對數函數呢 它也算是基本的 好 但是我講的還不是這樣 我意思是說 不是我剛剛說這個猜解 而是說這幾個函數 你在利用這個東西 你還可以再合成非常非常多種函數 譬如說我講最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sinx平方 譬如說這樣子 那下面一節呢 我們要談平面曲線 你可以想成是函數曲線的進化板這樣子 曲線是什麼 反正彎彎的線 這種線 比如這種線 有結這樣子 一般來說呢 我們說曲線是一維的 一維 有人叫一度空間 或什麼等等之類 都可以 那其實這個維度 一維 二維 三維 這觀念呢 其實最基本的模型就是一維 就是實數線 實數線就是一條線 直線 直線是一維的 然後呢 平面是二維的 空間是三維的 這樣子 所以你只要有一個幾何的東西 它看起來維度是一維的話 那它其實就是曲線 簡單的講就是這樣子 你如果要比較生活化去想這個事情 一維的曲線有點像這樣子 假設你去玩一個遊戲 這遊戲呢 是你在一個 你把這個想成是水管 想成是一個水管 然後你不知道為什麼你就在裡面了 所以呢 你在這個水管裡面 你就想成你旁邊全部被圍住 所以你只能往前走 或者只能往後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往後 看起來只能往前 就有點像毛蟲在那邊伸縮的往前對 這就是一維的生物面臨的命運 它就是只能往前或者往後 就只有這樣子 它其實不能往旁邊走 那你在二維 你看到它這麼可憐 所以你會很可憐它 因為它不能夠往旁邊走 那你為什麼不往旁邊呢 它只能往前往後 那你也不要笑它 我們人類啊 號稱是在空間裡面生存 但是從鳥的眼光來看 其實人類也是二維的生物而已 對不對 你在地面上你是跑來跑去 你只有在很高興往上一跳的時候 感覺上好像自己是三維 但除此之外就沒有了 所以從鳥的眼光呢 它看著你在平面上走 它其實在笑你 你為什麼不往上呢 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就是 一維它只能往前往後 比如說這樣子 二維可以往上下左右 不是上下左右好不好 前後左右這樣子 那三維再把上下加進去 好 所以這個是一般我們講幾何的東西 我們就討論它維度的一個 非常簡單的描述的方式 就是說局部上 你如果跟直線看起來很像的話呢 它就是曲線 OK 那我們描述曲線 其實講那麼多 我只是講了一個概念 說的曲線大概是什麼 那你通常怎麼描述曲線呢 我在上一節裡面談過參數式 參數式就是一個 一維印到二維的函數 你如果覺得不太熟的話 你可以想cos t 因為這個大概是你們最熟的參數式 最熟的參數式是圓 這是單位圓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因為你是 因為你剛剛說直線是一維的嘛 所以現在把一個一維的線呢 我現在把上面的每個點 都把它印到那邊去 所以你在上頭呢 你在描述它的時候 它就描述出一個一維的東西 所以它是因為這個是一維的 所以我印過來之後呢 它在這邊的那個 印過來的東西所成的那個集合 它其實就是一個一維的東西 所以這是一種方式 所以描述平面曲線的一種方法呢 是利用參數式 那這個想法你稍微推廣一下 你可以想像R1也可以印到R3 因此你可以描述R3裡面的曲線 譬如說我們經常看到科普雜誌裡面 講那個螺旋 雙螺旋 講DNA螺旋的時候 不是有這個圖嗎 這個圖 那這是一個非常標準的三維的曲線 你們可以自己去檢查一下 這個曲線其實寫起來 我寫個最簡單的情況 就是用這個參數式去寫 你把它寫下來你檢查一下 它其實就是一個螺旋這樣上去 好 但是我們在這一節裡面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另外一個方式 這個方式也很常用 好 我剛剛說這個參數式 它描寫的是一個單位員 好 我們看一下席題2.7 席題2.7啊 是另外一個東西 好 這是參數式 這個參數式某種意義上來講 其實比較簡單一點 好 因為它寫成的是這樣子 就是曲線的參數式 那因為這是單變數函數 所以感覺上你比較熟 比起我寫x平方加y平方等於 我要用到兩個變數的概念 你覺得這個比較熟 但其實參數式呢 其實某種意義上來比較囉嗦 我們看這個例子就知道 好 那這是描寫曲線的另外一個方式 我在前面一堂 我也談過這個事情 那這邊習題裡面有六個習題 請你說明 這些是某些平面曲線的參數式 那你注意到我們的順序上是先定義 平面曲線是用fxy等於c來定義的 然後因此我現在在檢驗這些參數 是描寫某個曲線的時候 它是比較厚來的 順序上是比較厚來的 所以我們看第一個例子 就是你說明cos t cos t sin t 我們說它是不是單位員的參數式 這當然是 這你很熟 現在只是說你檢查 你在檢查什麼 我們說這個是單位員的參數式 那它的意思就是說 它所描寫描述的這些點 全部要落在右邊這個方程式 就是要落在這個方程式描述的圖形上 但是落在這個方程式描述的圖形上 意思就是這些點 你要帶進這個式 那個等式要成立 其實講了老半天 就是你帶進去檢查cos t 平方加上sin t 平方到問它會不會等於1 那這當然這你們太熟 這當然等於1這樣子 好啦 所以1到6題其實都是做這件事 你就是把它帶進去看看對不對而已 那順便讓你熟悉一下 某些曲線的參數式 譬如說第二個 這個是雙曲線x平方-y平方等於1的參數式 然後你現在帶 second t tengent t 帶進去看看是不是 像這樣子 所以就這個題目來講 如果做到這個地步是還算滿簡單的 就是帶進去檢驗一下對不對 好 就這樣 那這個習題其實我要趁這個機會 讓你們知道參數是囉嗦 有時候囉嗦是囉嗦在哪裡 我在下面寫了一個柱 就是參數式的圖形 可能只涵蓋曲線圖形的一部分 這看他給的範圍 他有可能只給了一個部分 就是參數式有可能走一走的地方 他不走了 其實我不曉得這個例子裡面有沒有 二四我看看 第二個是說second tangent 你如果這樣帶進去的話 你所描述出來的不是完整的雙曲線 我們知道這個x平方減掉y平方 1 是雙曲線大概是這樣 那你現在代入second跟tangent 那因為你有規定它的範圍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整個描述 只描述出這一整條 只有右邊這一條 他其實沒有描述到左邊這一條 這是有可能的 然後第四個也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說他只描述了中間的一部分 這是第一個 另外一個是參數式也有可能在曲線上 重疊或者來回移動 就是明明曲線就好好的在那邊 但是因為參數式是一個動態的觀念 你可以想成有一個點在上面移動 一個人在上面跑步的話 那當然你要怎麼跑都可以 一下跑快一下跑慢 然後你也可以跑去又跑回來 跑去又跑到像這樣子 那這邊給的例子是譬如說第五個 第五個是非常典型 這個例子不是太好 但是就是因為它不是太好 可以讓你看到這件事 因為第五個是y等於2x的參數式 這是直線y等於2x 直線y等於2x實在太簡單了 哪裡還需要參數式 那我們就硬寫一個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是t三方-t 兩倍的t三方-t 好 無論如何你帶進去是對的 這沒有問題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就會有這個事情 就是 就是 這個太 大概這樣y等於2x 你知道我們寫那個參數的時候 你注意到一個事情 是因為t三方-t t等於0 t等於1 t等於-1 其實全部都對應到00這一點 所以換句話說他在這邊 做了一個重複跑的動作 可能大概是這樣 跑到這邊然後又跑回來 然後又跑過去這樣子 那你光只是看這個直線 你實在看不出有任何這件事在裡頭 所以參數式跟 用參數式來描寫這些曲線的時候 上面是有一個不太一樣的東西 有一個動態的觀念 那有時候你嫌他囉嗦 但是有時候你會覺得他特別重要 如果這個東西在那個問題有意義的話 好 那不管怎麼樣 就這個習材來講 我只是請你第一個檢驗一下 讓你知道你怎麼檢驗參數式是 就是描述某個曲線的意思是什麼 這是第一件 然後第二件事是提醒你 有這些 就參數式有這些比較不一樣的表現 提醒你注意 好 習題2.8我就不特別教了 這是配合題 我只有一個提示 完全沒有說你一定要把圖形畫出來 你才能知道 這個配合題完完全全不是考你做圖 雖然你要用一點點做圖的概念 但是不是說你把圖形整個畫出來以後 你才能判斷 那這裡面你要用上 你各式各樣你已經學過的所有東西 來判斷 那反正配合題最好的地方就是 你會配的東西全部弄完之後 剩下的就是其他就對了 因為剛好6個配6個這樣子 好 但是其實我們剛開始 開頭學單位園的時候 都不是用參數式 你們學的方式其實都是下面這個式 對不對 這是你們常學的方式 因為這是用方程式的方式去定義它的 那這個概念上跟參數式不一樣 這個概念上的意義是這樣 我現在平面裡面 本來我有兩二維的方向可以自由亂跑 本來是這樣子 但是你加進一個條件之後 這個條件束縛你 讓你只能朝著某一個方向 這有點像你本來是在平面上 可是因為它現在規定你要遵守這個規則 所以你只好慢慢去算它 然後導致這個規則在你解它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得到它怎麼講 如果用一個比較概念的方式去談它 就是說因為你加上了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使得你從二維的東西 變成一維 降下來 因此你在二維的本來這個空間裡面 平面裡面你現在加上這個條件 它就變成一維 那等一下我還講 我怎麼樣讓它真的比較明顯的可以看出來 其實這個裡面也都還滿清楚的 好 那所以我們把它比較嚴格的寫下來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你考慮一個兩個變數的函數 那我上次也講過兩個變數的函數就是 你用XY寫個算式 好 把它寫出來 然後0,0它等於C C是某一個常數 常數 可能是0 事實上基本上你都這邊都可以寫0 我現在只是把它寫成比較一般的樣子 所以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這個單位圓的例子 這個就好像你考慮 FXY是X平方加Y平方 考慮這個二次函數 二次然後兩個變數的函數 然後你那些它等於一個常數1 所以這個東西就給你一個限制的條件 那你一般來講 我們可以說這叫方程式的曲線 雖然這個方程式可能不只是多項式 還可以包含更多這樣子 這樣子 其實我這邊好像應該要提一下 我這邊提兩件事情 我現在這邊提一下 就這個例子 這種你從一個大的空間 給出一個條件把它限制下來 把這個維度降低呢 它有兩個譬如說兩個可以推廣的想法 第一個是說你平面為什麼一定要只給一個條件 我也可以給兩個條件 那給了兩個條件 依照我剛剛的看法 本來是二維 我給一個條件它就降了一維 所以再給一個條件它就變成零維 所以變成零維的東西就是點的意思 那這種東西其實你在國中的時候就學過 只是你不是用這個方式看 比如說方程組 就是一個非常標準的這種式子 方程組就是我現在考慮平面 你現在考慮第一個條件 所以它把它降了一維 所以變成一根直線對不對 這個東西其實是另外一個限制條件 所以它會變成另外一根直線 那這個東西我們通常的解釋是 它是兩根直線所以它會相交 相交之後就變成一個單純的點 點是零維的 所以這是我們剛剛這個想法的一種推廣 譬如說像這樣 我剛剛講這就是原則 那這些原則其實都有一些 你都可以勉勉強地找到一些例外 譬如說平行直線根本不相交 或者重疊的直線相交的維度還是很高 但這些對我們來講都是例外 那它的原則原來是重要的 第二個可能的推廣是說 你事實上也可以在三維裡面 考慮完全一樣的東西 譬如說我給你三維 然後我現在加進一個條件 那應該就變成二維 二維不應該是面的東西嗎 我們在高中看過的例子大概是這個 譬如說這個例子 你在三維空間裡面 你現在加進這個條件 那這東西就是球面 就是單位球面 單位球面是一個區面 OK 雖然我們暫時不會談到這些東西 但是這些是一個基本的想法 你們就把它當作嘗試記下來 好 那讓我們回到這邊 這是一個方程式 寫下來這個方程式 就像這樣子 那我們說它表示一個圖形 這個圖形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講曲線 曲線是一個幾何圖形 從方程式到圖形中間還差一點點 那當然其實我們通常就是這樣寫 那是表示說我們假設 你已經知道這東西怎麼做 那你如果不知道的話你記得 其實我們考慮的就是所有那些點 因為你什麼畫圖 你就是要把某些點給找出來 然後把它描起來嘛 那這些點就是滿足這個方程式的那些點 這樣子 所以我們通常把它寫成這樣子 這是一個集合的符號 好吧 我不要用小F 我寫大F好了 有寫成這樣子 那這就表示有一個集合這些點呢 它滿足這樣子的條件 你把那些點全部在平面上把它描起來 你就會描到圍繞著點 好 意思是這樣 那這個我們有時候繼承 γf表示它的圖這樣子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把這兩個區分稍微做一點區分 就是說這是一個方程式 但是這個指的是那個方程式 所代表的圖形 然後那個圖形是曲線 其實是這個意思 好 那把這東西講這麼清楚 是因為有時候我們要討論東西 稍微寫清楚會比較好講 譬如說 所以我們來看平面曲線的例子 那剛剛這邊當然有一些例子 我講一個很無聊的事情 譬如說函數曲線是不是例子 函數曲線是不是平面曲線 我想這當然是 這還有什麼好講 因為畫圖我就在上面 我說很無聊是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很明顯 你已經知道是對的東西 那我們吹毛求疵一下好了 那請問你要怎麼去說明 它是平面曲線 那在這個數學裡面這表示說 因為我有嚴格的定義過 一個平面曲線我把它定義成這樣子 那函數呢指的是y等於fx 然後你去做圖 所得到的圖形 那請問函數曲線滿不滿足這個東西 所以如果就這樣來想的話 其實它問的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你能不能找到一個兩個變數的函數 然後呢跟這個東西有關 那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就好 因為這個實在是太 我覺得實在太顯然 講這個比較沒有意思 所以譬如說y等於x平方 好啦 所有人都知道圖形就長這樣子 當然 那請問它是不是平面曲線 直觀上當然是 但是我現在是故意 假設我要把平面曲線定義成這樣 所以你就要想個辦法 去弄出這個函數出來 所以譬如說 你就令大fxy等於y減掉x平方 好 這是一個明顯的兩個變數的函數 而且你已經把它寫出來了 然後呢我令它等於0 就是這樣 那這個不是相當於y等於x平方嗎 就是y等於x平方就寫成這樣 OK 那寫成這樣之後 譬如說你去檢查它的圖形 從這邊的眼光 這邊的意思是說 它的圖形啊 gammaf 它要滿足的是 你把它帶進去 所以是b減掉a平方等於0 好 就是就我們剛剛來講 它圖形是這樣子 但是呢 函數圖形是什麼 函數圖形是說你要考慮 所有的那些點ab 然後b要滿足函數的關係 在這邊 對不起 a平方這樣子 那因為這個式子 顯然就是這個式子 因為它的關係是一樣的 所以當然這兩個圖形一樣 如果ab滿足這個式子 ab就滿足這個 那反過來 如果它滿足這個式子 當然就滿足這個式子 大概是這樣 有沒有很無聊 這顯然是對的 好啦 所以 因為太無聊 所以考試不會考 好 那這個函數的例子呢 可以讓我們得到另外一些很 我們還滿常用的例子 這個要知道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說函數 函數圖形是平面圖形 對不對 那你如果利用完全一樣的想法 但是你把x跟y對調 這個在維基部分還滿常用到 所以大家對它有點認識 所以你把它對調 對調之後呢 其實你也會畫出圖形 因為就方程式來講 它只是給了一個方程式而已 你還是可以做圖 我舉幾個例子 譬如說 x等於y平方 譬如說這樣子 譬如說x等於siny 譬如說x等於2的y次方 譬如說這樣子 其實理解這個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把xy角色對調 現在開始把y想成次變數 x想成硬變數 所以就圖形上來講 但你對調的時候 不要把x軸跟y軸也對調 這樣就什麼也沒得到 就是我們固定xy在這裡 但是你還想像中把這個對調 因此你在畫這個圖的時候呢 你就想成它是y的泡物線 所以畫起來應該長這個樣子 有沒有 就把你的頭 往某一個方向轉90度去看它 就會看到這個圖 所以呢 x等於siny 就長得像這樣子 x等於2y x等於2y長什麼樣子 所以它應該長 應該長這樣 好 講成你的眼睛 就頭轉成這個方向往這邊看 還要把那個正負方向要反一下 好 這些圖形 除了後面這個 前面兩個圖形都不是函數圖形 除非你的函數指的是y字字變數 但是我現在恢復正常來想 我只是把方程式寫成這樣子 然後你去做這個圖 因此從我們正常的眼光來講 這些圖形其實都不是函數圖形 因為這個點會對應到很多點 這個點會對應到兩點 對不對 大概像這樣子 但是呢 我們其實多少知道說 我可以把這個 重新把它寫成y等於正負根號x 比如說像這樣子 那你用這個方式重新去想 這是函數 我們等一下馬上再來談這個事情 時間好像來不及 沒有關係 我先把一些例子先舉回來 所以這個是第二類的例子 我們剛剛已經有兩類的例子 一個是函數 一個是另外一個方向 把xy導過來的圖形 這也是一類 然後呢 再來一大類例子 其實也就是比較一般的例子 非常常舉的 包括習體裡面 像這些 四分之x平方加y平方等於1 或者x平方減掉xy等於1 或者x平方減掉y平方等於1 這包括一些你在高中常見過的 第三個顯示 可能現在高中不談 但這些圓啊 橢圓啊 雙區線 像這些 都是例子 因為這些都是非常單純的 利用兩個變數的多項式 然後去做出來的方程式 然後他在這個條件之下得到的曲線 你們可以看一下第八頁下面的圖形 他其實有給很多 那這些圖形其實都是二次而已 你完全可以想像呢 應該有更多更複雜的圖形 那今天呢我們最後要講一個事情 就是這只是介紹平面曲線 那我要針對我剛剛講的這件事情 我要稍微再多講一件事 這個圖形我剛剛把它解成y等於正負根號x 它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說上面這一段 這個是y等於根號x 下面這一段 這y等於負根號x 本來這個圖形不是函數曲線 就是它本來不是函數 但是經過我解方程式 我硬把它解出來 結果把它解出來之後呢 解成兩個函數 所以你得到上面一個函數 下面一個函數 所以它本來不是函數 現在得到一個明顯的函數出來了 那這個過程呢 有點像說它本來這個函數是隱藏 在函數這個方程式裡面 但是你現在透過這個解方程式的方式 把y解成x的函數 那這樣子 但是它的問題是它不是有單純一個 它不是單純一個函數 因為如果是單純一個函數 我們剛剛就已經得到函數圖形 所以它是得到兩個函數的組合 譬如說像這樣子 那再譬如這個例子 x平方加y平方等於1 你也完全可以做一樣的事情 因為y平方等於1-x平方 所以你去解它以後呢 得到y等於正負1-x平方 所以一樣的 你得到一個上半圓的函數 這個函數的定義率呢 不是整個時數 這個函數定義率只有在-1跟1之間 好 像這樣子 好 這兩個例子是要讓你看到 一般的函數 一般的平面曲線 你如果透過像這樣的方式 你其實局部上可以把它看成是函數 好 就是你不是考慮一整個 譬如說你如果 你考慮這一點旁邊 那這一點呢 你就可以想成它其實在一個函數曲線上面 如果是這一點你也可以想成 它是在某一個函數曲線上面 好 那這邊也是一樣 OK 就是局部上你可以把這個平面曲線的想成是函數 那你想還滿簡單的 但是問題是這樣 我在講義上舉了兩個例子 你們看一下第九頁中間那兩個 第九頁中間這個圖 左邊是x3-6yx平方加y平方x加2y3-1 光看到就頭昏了 那你說要把y解成x函數 這件事勉勉強強可以做 因為數學家證明說三次方程是可以解的 所以你勉勉強強可以做 但是實在太複雜了 右邊那個函數是x-logx等於-y加上logy加3 這連解都解不出來 就是你看著圖形在那裡 但是你就是解不出來這樣 你沒有辦法把它解成一個你常看到的式子 所以我用右邊這個圖形當例子 你有個像這樣子的圖形 你其實眼睛看著它 你知道說它就其實跟圓看起來也沒差多少 就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這邊這一部分看起來是這樣子 就是看起來它的確是函數圖形 它滿足所有函數圖形的特徵 所以你把黃色這一段 黃色這一段 假設我把它計成y等於 假設我把它計成y等於f1x 注意到我們完全不知道它怎麼寫 我只是把它計成這樣 因為你看起來這個圖形其實它是函數圖形 所以你把它定義成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圖形它會滿足 我把那方程式寫上 就本來這個方程式是x減掉logx等於-y加上logy加3 本來是這樣子 你現在看這個函數它其實會滿足x減掉logx等於-f1x 加上logx加3 它其實會滿足這個式子 就好像 就好像你剛剛在這邊x平方加y平方等於1 你剛剛把它y解成這樣子 你如果把這個叫做f1x等於-1-x 你把這個東西帶到y去 它會對嘛 對不對 這其實在你們高中去經常做的事情 就是x平方加上根號1-x平方等於1 這當然對嘛 你想說這是什麼意思 你在高中去外出去 當然這個事情你非常非常清楚它是對的 這樣子 因為你就是利用這個方式把它解出來 所以帶回去當然要對這樣子 那我這邊講的是 其實我這邊這個式子跟剛剛那個式子 其實意義完全一樣 它真正唯一的差別是 它沒有辦法把式子寫下來 只是這個差別而已 那你要說明它一樣也很簡單 因為像這一點 假設這個ab 假設這一點 你說它是滿足這個 它是在這個曲線上 按照我們剛剛的定義呢 就是把a帶進來 a減掉loga會等於-b加上logb加3 對不對 但是因為ab這一點呢 它是在黃色這條曲線上 我剛剛把它記錄成這個函數 所以呢 其實b就等於f1a 它其實滿足這個條件 那既然這樣的話 你剛剛說這邊如果帶b是對的 你現在把f1a帶到剛剛的位子 它其實就是這個式子 這樣子 所以它是對的 這是沒有問題 依照定義它是對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剛剛 我要把這個圖形的 到底什麼是圖形把它寫清楚 因為你要知道 它就是把它帶進去 會滿足的那個點 因為你現在要利用這個方式 來讓你自己相信說 我現在寫這個式子是對的 那同樣的道理 你如果把紅色這一條寄成f2的話 它會滿足這個式子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在微積分裡面很重要 所以我用黃色來 我剛剛想的這一段呢 稱為隱函數 隱函數你可以想成呢 它是本來是隱藏在這個 你的方程式定義的那個曲線裡頭 本來的寫法裡面 完全沒有函數這件事 那因為你現在從曲線的觀念 你把它畫出來之後 你發現它局部上 都可以寫成類似函數的東西 所以呢 這個隱函數指的是像f1f2這種 隱藏在本來那個方程式裡面 定義的函數 它不是一個真正寫出來的函數 那隱函數呢 有一些情況像剛剛這種 它是可以被明顯的解出來了 所以它有一種 由隱到顯的過程 這種哲學 這從隱 隱函數呢 突然變成一個顯函數 因為它很明顯的寫成了一個函數 但是啊 有些隱函數它就是隱在那裡 它不出來 你只能用這種方式跟它講說 我把你叫成一個函數 但是呢 其實它是沒有辦法解出來了 所以這個是 你這個跟高中有一個很大的跳躍 我相信各位在大學之前 你們所學的所有的函數 一定都是用明顯的式寫下來 所以你認為明顯寫下來的式 才叫做函數 那這個也不能算錯 因為事實上你以前看到的所有的例子都是這樣子 但是自從上次我們把函數的定義 稍微寫成比較抽象之後啊 它就允許一些可能性 那在這個地方你要記得就是說 你不見得是寫成一個式 事實上你也有可能看過 以前你也可能看過類似這樣的式子 好 我在一分鐘內結束 比如說 譬如說函數也可以寫成像這樣子 但是至少這些都是很明顯的寫出來 雖然它不是一個式子全部寫完 但是至少它很清楚的告訴你 在某一個段落裡面它是什麼樣子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 這絕對值函數 這沒有什麼 畫起圖形大概是長這樣子 OK 但我的意思是說 沒想到還有一種函數是 你已經知道它應該是函數 明顯看起來是這樣子 但是你其實沒辦法把它解出來 但是因為它圖形就在這裡 所以你得相信它其實是函數 好 那這個對我們後面呢 在做某些微積分的問題的時候 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概念 好 這個東西我們稱為線對稱 從上面這個圖形到下面這個圖形 中間有個對稱 那其實這個你們從小學就開始 我畫這種圖基本上是小學的圖 但是對稱其實通常講起來有兩種可能的意思 一個是 這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從這邊 然後你經過這條線對稱把它變下來 但其實同樣的這個圖形 同樣的這個圖形呢 你從中間畫一道畫得不太好 那它其實也是對稱 那這個是這個圖形對自己對稱 所以我們在談這個線對稱的時候 其實經常問的問題就可以有兩種 那我們當然知道很多像這些 圖形跟圖形中間有對稱的話 表示它是全等的 像這些 那如果一個圖形自己有對稱的話 表示它比其他的一般的亂七八糟的圖形要特殊 至少它某些東西看起來比較特別 那對稱性越多呢 這個圖形就越好看 好不好 至少數學家是這樣講的 對稱這個觀念其實遠比這個多 因為我現在只是講現對稱 那現對稱只是 一般來說我們覺得比較有趣的 算了 我想我也不要談太多對稱的事情 那你只要記得就是說 還有一個東西是 這叫對遠點對稱 比如這個圖形你把它轉180度 這是對遠點對稱 對遠點對稱是旋轉的對稱的一個特例 它通常在高中一定會講 但是一般的旋轉 如果不是轉180度 你把這個圖形稍微轉一轉一轉 其實當然也有很多圖形是這樣子 所以隨便看 隨便畫一朵花 你稍微轉一下 它會轉回它自己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你就有所謂的旋轉的對稱 但是我沒有要上幾何課 所以我沒有要講那麼多 事實上從我們上禮拜談的東西到這邊 其實我們主要是要講 一個很簡單的判斷的規則 這個規則通常你們在高中的時候 應該是一定有講過了 所以我們回到上一次 上一次我們講到我們怎麼用一個 就是兩個變數的函數呢 給一個限制 那在這個限制條件之下呢 我們會在平面上畫出條平面曲線 那我們有個性值 這性值大概是這樣講的 在講義上有寫 就是說如果這個兩個變數的函數呢 滿足一些特別的性值的話 譬如舉例來講 就是這樣子 如果這個函數滿足這個性值的話 那事實上這個圖形會對X軸對稱 我乾脆把它寫完 我先放我們要做一個 hell的 我先放掉 我先放掉 可以放掉 那我先放掉 我先放在那邊 我先放一下 這是一個能力的解決方法 那我先放在那邊 然後把它不改變 就是這四個 但有時候大家會加第五個 沒有關係 我們就寫這四個 其實一二四都是線對稱 圓點對稱不是線對稱 圓點對稱是旋轉的對稱 就是轉180度 我們主要在今天一開頭是要來探討說 我怎麼知道這是對的 對 我要先提醒一下 這些相等 這些相等的意思 不是說你把它帶進去之後 然後做一系列的代數變換 然後把它變成一樣 不是這個意思 這邊的相等 這一定要小心 這邊的相等則是你把它帶進去之後 然後跟這邊的形式看起來就一樣 不是經過運算以後一樣 這個我等一下再舉一個反例的時候 再來談這個事情 目前為止我暫時先這樣寫著 我們怎麼知道這是對的 這個並不難 只是不曉得你有沒有想過 那你為了要說明這件事情呢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給我舉第一個例子好了 那因為你現在要談對X軸對稱 表示你要講對圖形的對稱 對不對 所以呢第一個 上次我定義過就是什麼叫做這個圖形 那圖形嚴格的寫清楚就是考慮 對平面上那些點 這個點呢滿足這個方程式 那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函數曲線 從一個代數的式子 那現在變成一個幾何的圖形 那中間的轉化就是透過畫點 那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想要證明這個圖形對X軸對稱 但是先決條件是你要知道 對X軸對稱的意義是什麼 對不對 但是因為這個屬於相當簡單的部分 所以我就不太解釋這個事情 AB的對稱點在哪裡 把它畫下來 這很容易看 就是A-B 這是如果有兩個點對X軸對稱 那你用坐標去描述它的話 它中間就有這個關係 譬如說這個圖形如果 我說這個拋物線對X軸對稱 表示它上面這些點一定都滿足 剛剛寫的這些條件 就是它們的Y坐標會差一個負號 相對應的兩點 好 那我現在這個F這個圖形完全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舉例子 我現在講的是一個抽象的方程式 你有一個幾何圖形 一個幾何曲線 所以事實上你要說明的是說 我希望做的大概是下面這個事情 這句話雖然抽象 不過它意思是很簡單 它意思是說 如果你在這個圖形上面找一個點 我隨便找一個點 那我希望能夠說明 我希望可以說明這件事情 看得到嗎 就目前我不知道 但是你要先確定的事情是說 我就是要想要說明這件事情 我想要說明任何一個圖形上的點 只要有一個AB點 那這個圖形上一定相對應 有一個A的-B的點 那由右邊的那個規則 我們就知道 那這個圖形就是對稱 所以你要說明的是這件事 然後再過來呢 就是把你剛剛所知道的東西把它補齊 想辦法從這邊推到這裡來 OK 那這種證明方式 你到底要說簡單還難 其實很難講 就 就是你如果對抽象的東西 你還不太順手的話 你會覺得根本不曉得寫什麼 但是如果你知道的話 其實這個東西是屬於相當簡單的 因為它大概只有幾行而已 所以一下子就寫完 那重點就是你就好好的 跟著你前面的定義寫 AB屬於γF 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它是落在這個曲線上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呢 表示FAB等於C 因為這就是你的定義嘛 它會落在它上面表示 FAB代音區要等於C 但是呢 從我們剛剛的條件 第一個條件 我現在是要說明1 從剛剛的第一個條件 因為我知道這兩個是一樣的 所以FAB你把它帶進去 FA-B帶進去等於C 這樣子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它就落在這個圖形 就是A-B等於C 表示A-B這個點也落在γF上 所以你這樣子 你就說明了這個點 也落在它 所以這就不是問號 這樣 所以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是把所有的 你知道的東西寫出來而已 這就是這個圖形 在這個圖形上就是這個意思 那因為剛好這個函數 滿足我前面講的 所以你把它帶進去 滿足這個意思 就得到這個式子 那因為它滿足這個式子 就表示它應該落在這個圖形上 這是圖形的規定 所以你就自然而然就得到這個式子 所以很簡單 所以其實呢 關於第二個 第三個其實你都可以這樣做 那原因是因為你對這些結果 你都很熟 譬如說你如果是對 這是Y軸 所以這一點是-AB 所以你想想看第二個其實就是這個條件 然後另外一個是圓點對稱 這個你也很清楚 這是-A-B 所以你發現呢 你如果要看這些規則 其實關鍵是 關鍵是最右邊的式 而不是這個式子 這是指這個形式上的證明 它的最關鍵的東西是你知道 當有對稱的時候呢 它的中間的關係是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呢 現在如果要證明第四個 那它的關鍵呢 就在於這件事 請問-A-B的對稱點是什麼 那我要說的答案是 它應該是-BA 這是把-A跟-B交換 就是這彼此之間對稱的關係 在這邊很簡單 就是交換 那我要說這件事 如果這件事情是對的 那你就很容易就可以證明 第四個也是對的 就套用剛剛這個 那我剛剛講 所以關鍵其實是 左邊這個事情是對的 那在數學上這樣 你要證明這件事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是 我已經跟你講答案是什麼 你去證明這兩個點真的對稱 那通常這個方法比較偷懶一點 因為問題是你怎麼知道 你一開頭怎麼知道這一點應該選這個 所以這種比較像是老師 覺得這個題目太難了 所以他不好請你去證明這件事 所以他就先告訴你 然後請你去證明 這兩個點會對這條線對稱 就是這樣子 但是說實在的 因為這個題目比較簡單 我們還是應該試著 就是一開頭想像你不知道 然後努力的把這個點把它求出來 因為你如果會做這件事情 其實基本上你就可以做 對任何的線 任何的直線你都可以做 而不是說等著人家跟你講這邊一個點 然後你去想辦法證明他們對稱 這樣子 OK 所以呢 至少在這個簡單的情況 好 讓我們假裝我們不知道 然後我們想辦法來說明 他應該是 我剛剛講那個答案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現在假設另外一個點是XY 我要知道他 如果他對稱的話XY是什麼 那對稱當然最重要的事情是 就是這條直線呢 是他的垂直平分線 這是對稱 所以我們來看看 我們利用這個結果 所以平分 那平分的意思是說 AB跟XY的終點會落在Y等於X上面 但是終點呢 等於X加A除以2 這是終點 那終點會落在Y等於X上面 所以表示說 我得到這個等次 好 這是第一個式 好 平分 然後垂直平分 第二個是垂直 我假設各位向量都學的 最至少基本的學過了 那我現在寫這個式子是說 這個向量 這個向量 跟這個向量 彼此是垂直的 其實這個意思 X-A Y-B 就是我剛剛講的第一個向量 那11呢 是Y等於X的這個直線的方向 OK 因此你把它做內積就等於0 那從這個地方你得到 X-A加上Y-B 等於0 這是第二個式子 所以呢 寫成簡單的方程組 X-Y等於B-A 加Y等於A加B 好寫成這樣 那就很簡單 我就不用再寫了 你把它加起來 加起來這兩個小條 所以就得到X等於B 好 到這個結果 這樣子 好 這是一個簡單的 集合問題 所以寫這個 我只是說 鼓勵你們 反正碰到這種問題要想的時候 就是直接做做看 好 因為你這個會做的話 譬如說下一個你就可以問 跟Y等於-X 如果對稱的話 點滿足什麼樣的條件 那如果你真的把它求出來了 你在這邊 你就可以自己證明一個定理 好 你在這邊可以加個第五條 怎麼樣 在什麼樣的條件之下 他是對Y等於-X對稱 譬如說是這樣子 那很多很多東西你就可以做 好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證明了 如果一個點對Y等於X對稱 那它的座標只要交換就可以了 那這個想法 其實我們後面很快還會再用到 因為對Y等於X對稱這個事情 其實是有一點重要的 好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就是 我就直接套用這個就可以了 好 那我剛剛說要小心的事情 我到最後再來談 在講義的第10頁 就在性質2.1的下面 我寫了一段話 這段話是說 請你注意性質中的反敘述不一定成立 好 就對稱的話呢 這兩個 就是相等 其實這個東西也是要比較小心一點描述 好 我舉的例子是這樣 譬如說Y等於 你令Fxy 然後你讓它等於0 那這個圖形呢 是 這個是 XY等於1 就是Y等於X分之1 所以它圖形是這樣子 那這個圖形很明顯 對 對Y等於X是對稱的 它很明顯對Y等於X對稱 然後它也很明顯對原點對稱 那如果你把剛剛這個方程式寫成 假設我換成另外一寫法 我寫成 假設我把它寫成是這樣 那個戴帽子的F是另外一個函數的意思 我懶得再去寫成一個G 我就說反正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如果我寫成這樣子 你現在戴第二個 戴第四個其實都是對的 因為你這邊寫-X-Y或者寫Y跟X交換 其實這個式子沒有變 所以其實是對的 那 但是在這個式子裡面 在這個式子裡面 你如果把它交換F跟YX 它就會變成X-Y分之1等於0 那形式上跟剛剛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可以做一些推理把它一直算過來是一樣的 那我為了簡單起見 所以我先說這個等號呢 我就是把它寫成比較 就是說這個等號形式上長得一樣 那長得一樣之下呢 你就不能夠很直接的用剛剛那個反敘述 就是說如果它對稱 那我說這兩個式子一定一樣 那這件事情到底對不對 至少就形式上來講看起來是不太一樣 那我的意思是說你要用這個式子的時候你要小心 OK 好 那講義上還有一些例子 看一下十一頁最後的例子 好 我們看最後一個例子 那這例子是一個非常標準的用這個定義的例子 那你可以檢查1 2 3 4 都是對的 這在其實你在高中的時候可能都做過了 這意思就是說你把Y代成負的四子沒有變 你把X代成負的四子沒有變 你把X跟Y代成兩個都代成負的都沒有變 那比較有趣的是你把Y跟X交換四子還是沒有變 這樣就是四子還是對的 所以呢很顯然從這個地方我們知道這個圖形 對X軸Y軸圓點Y等於X都對稱 那當然因為這是圓嘛 那圓對我們來講是最漂亮的圖形 所以它都對稱這樣子 事實上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可以發明很多關於過Y等於MX對稱的話 那這邊應該要怎麼寫 你會發現X平方加Y平方全部都滿足這些式子 它對所有的直線都對稱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怎麼利用 我們來看一下習題 我們稍微看一下習題好了 十一頁 習題2.2跟2.3 這是上一次的 這是顯函數跟隱函數 不是 2.2是顯函數 請你把它解出來 在可以解的範圍之內 2.3就是用剛剛的性質來判斷曲線的對稱性 這是2.3 那我們跳過去 我們來看習題2.4 習題2.4彈的是 如果有兩條直線 Y等於LandaX加上Alpha 還有另外一條直線 是Y等於MuX加上Beta 我好像不應該用希臘字母 你們對希臘字母應該不是很熟 那我把它換一下好了 我留Alpha跟Beta 這兩個你們不要熟 我寫M跟N好 這樣子 那現在如果我已經知道 這兩條直線 對於Y等於X對稱 請問它的係數有什麼關係 我把它寫定了 M、N、Alpha、Beta 我都寫定 所以它們中間有個關係 然後它希望你證明這個關係是這樣 M乘以N要等於1 然後另外有一個稍微複雜一點的關係 我等一下把它推出來 就知道 好 這兩個對稱 請問係數有什麼關係 就這樣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是 其實是這個 你要知道對Y等於X對稱呢 它的兩個斜率相乘會等於1 就是互為倒數 那要怎麼做 那一個做法當然就是回到對稱 就是你去想一根直線 這邊有一根直線 然後這邊有一條直線 對這個對稱 然後去描述那些點 用剛剛的方法做 這是一種 但是呢 其實我們已經學過性值2.1 就是我剛剛寫在黑板上那個判別方式 那其實更重要的是這個 其實更重要的是這個 其實更重要的是這個 我們剛剛證明的是說 如果有一個平面曲線 它如果滿足像我們剛剛講 那個交換的式子以後 它就會對Y等於X對稱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問題呢 其實跟剛剛那有點不一樣 因為這是兩個圖形 對不對 這個比較屬於 我剛剛講對稱的時候 是屬於你有一個圖形 跟另外一個圖形對稱 而不是同一個圖形自己對稱 所以但是呢 這個 這件事情還是可以用 這個想法其實還滿重要的 它意思是這樣 如果Y等於MX加上α 如果是這樣 所以你已經 假設你已經知道有一個點 XY滿足這個式子 那它的對稱圖形 其實不就是要把X跟Y倒過來嗎 知道我意思嗎 就是假設在 畫在哪裡 我先畫在這裡 我稍微畫大一點 好 這是Y等於X 假設我現在有一個圖形 這直線 這直線是Y等於MX加K 那你在上面有一個點AB 假設是這樣 那它的對稱的直線 這是跟它對稱的直線 那從我們左邊解釋的那件事情 你知道AB如果在這一點 它相對應的 這圖畫不太好 BA就在另外一個點上面 對不對 OK 就我給你一根直線 Y等於MX加K 然後AB是落在這個直線上 你現在想要知道 這根直線對著Y等於X 對稱以後的那個直線怎麼寫 至少至少你知道說 如果AB在這個直線上 那麼BA就在紅色這根直線上 這樣子 OK 好 因此它跟它對稱的直線 其實指的是把X跟Y倒過來就可以了 因為AB如果落在這邊 這表示什麼 表示另外一個這邊的BA 它在進那個直線要對 所以我把它寫過來 你們稍微想一下這個對不對 我現在說 你只要把X跟Y對調 這根直線呢 其實就是紅色的這根線 這樣子 因為如果AB滿足這個式子 如果AB換在這邊 就B等於M A加上α 你可以注意到 如果這件事情是對的話 你現在把AB你現在把它帶進來 所以A就等於 不是 你要倒過來BA 所以就是B等於M A加上α這樣 所以它其實是同一個式子 它同一個式子 但是你現在AB扮演的角色不同 本來是X座標Y座標 現在變成Y座標X 你把它倒過來 所以呢 這個式子剛好跟這個式子呢 是對這個對稱 因為它滿足所有的點 就這個點如果落在這個直線上 你就注意到另外這個BA一點 完全就落在我現在寫的這個直線上 OK 這看起來有點懸 你稍微回家稍微想一下 就會清楚 因此你很快的 你利用這個技巧 其實你很快的就知道 這個直線應該是Y等於MX 減掉Mα 那我剛剛說跟它對稱的是這個 所以因此你就得到N要等於M分之1 Beta要等於-M分之Alpha 你都要這兩個條件 那這就是講義上要你證明的條件 那這個交換的這個式子 我們等一下還會用到 所以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這個是CT2.4 我沒有說你用別的方法不行 別的方法也可以 就是說你如果要只要慢一點 把那些點啊 垂直平分的東西好好寫一下 寫清楚 那當然也是可以 你甚至要用三角函數去 彈出這兩個角度一樣 所以寫率應該怎麼變化也可以 那當然就是所有東西都一樣 我現在只是利用我們剛剛講的這個特性 比較快的把這個問題給算出來 好